歡迎觀看 嗨 今天呢 我要來煮 味噌鮭魚 烏龍麵 聽說 味噌湯加海帶 對女生 很好 然後 因為最近都很想喝糖 天氣比較冷你知道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要來備料 這個先放旁邊 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要先醃一下蜗魚 然後呢 放旁邊 然後休息一下 再來就是蘿蔔 所以先切一段下來 蘿蔔的皮通常都很厚 所以我會消用力一點 多層一點 把它 才不會吃起來 纖維很多 吃乾淨 然後呢 把它切成薄片 因為蘿蔔比較難熟 它這種根莖類的比較難熟 所以說我就會把它切成比較薄一點 但是說真的薄也沒有薄到怎樣 就是大概薄片這樣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熟得快一點 就像你去吃那個什麼 像MOMO PARADISE那種餐廳那種 你會發現它們這種還有 紅蘿蔔都會切成比較薄片 誰要坐在那邊等到一塊 一塊就可以煮完煮熟啊 之前有 人問我說我會不會邊煮飯都邊清理 絕對是會 你看我空間就這麼大 我能夠堆嗎 不行啊 我已經立即用完立即洗出來 但是偏偏呢我現在洗手台這邊呢架著了我的睡衣機 不能洗 一翻兩正眼 我把它先放旁邊 也沒有旁邊 就是硬要架在這個周圍 好 喔 還有豆腐嘛 熱愛吃豆腐 因為豆腐其實還蠻容易有保足感 這是我昨天 用剩下一半的 以後在拆那個豆腐包裝的時候啊 記得不要立即把那個水倒掉 因為要是你豆腐用不完的話 直接一顆這樣放在保鮮盒裡面很容易壞掉 會酸掉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水流下來 這樣子 以前我在裝這種水的時候 我都會很彈心把它裝到8分滿 然後後來料下去以後就整個大爆炸 所以我現在學乖就是 裝一半的水就好 但是等一下還會再加各種料還有麵 OK 其實要是我有空間的話 我這個水剛剛在這邊就可以先煮著 然後我在另外一半邊備這些菜 但因為我就只有這一個空間 所以我一次就好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也曾經 很貪心在一次想要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就整個大打翻 然後失火 好 沒有失火就是一片混亂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覺得算了 我也不是麥當勞要終極60秒出餐 所以我就是一次做一件事情 希望我以後可以有一個正常尺寸的廚房 然後我就可以一邊備料 然後一邊煮水 這樣子 來把剛才的一半的白蘿蔔裝進 我現在比較喜歡用這種 因為它比較不佔空間 而且也不用擔心摔壞摔破等等 加上它也可以拿來當舒肥袋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我一定會把空氣大集光 這樣才能夠能夠省空間 那我幻想起來一件事情 就是這種根莖類啊 其實可以在水還沒有滾的時候就下 就是你想像 這個植物 它是被種在土表以下 還是土表以上 像土表以上那些葉菜類就是要等 水滾了以後再下 那土表以下的根莖類 譬如說蘿蔔 馬鈴薯 地瓜 這樣子的東西 你就可以在 還沒有滾的時候就下 讓它溫度一起上來 那在這個moment呢 你可以看到你剛剛醃的 肉類 譬如說 現在是鮭魚 它灑了眼以後 現在表皮就看起來好像濕濕的 那個東西呢 就是腥味的來源 所以你就要拿一張紙照 幫它按壓一下 這樣 其實我在想我要不要 再加一個 煎餅 看一下 這是我之前逛好市桌的時候看到的 泡菜煎餅 玉拌包 料理包 我等一下再加一份這個好了 因為我怕這個會吃不飽 好現在滾了 那我就把菇加下去 加一半喔 味噌 味噌 的重點就是 味噌本人要最後下 因為它 好像很容易 那個味道會 散掉 它不需要去燉煮 所以最後一顆再加它就好 那就把油煮東西先加下去 譬如說我剛剛加了 菇 然後我現在要加 豆腐 豆腐好像有點搭片欸 因為我好像要切小片一點 算了算了 我嘴巴大很扁 你看立即就攔起來了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只好 拿剛剛 裝豆腐的這個 把一些水撈出來 然後呢 我會放鮭魚 這海帶也看起來非常的小 但真的不要以為 就可以倒很多 你真的只要倒一小撮 然後它就會 展開 梳展開來變成一整碗的湯 我之前就是白癡 加太重了 整碗變綠的 請問 這樣就好 這樣就很多了 真的 你看現在才一點點 你等它伸染腰 你就知道 我真的不一樣 用這麼嚼勁 然後 這個麵 其實我覺得我真的放不下來 好 不換大鍋一點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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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味噌有鹹度 所以不要一直加太多 你可以慢慢加 加上我們有放那個 海帶 以及鮭魚它們都有一些鹹度 對 對 是否一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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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就開動 先來吃這個鋼奶精 欸超簡單欸 整鍋一起下去 丟下去煮 就好了 晚餐 還可以喝熱呼呼的湯 我的妹妹還在煎我的泡菜煎餅 滋滋麵 有人吃到好吃的東西會跳舞嗎 我完全就是中了 哇 又好了 我們來看看怎麼翻面 聽說是可以這樣子 嘿 然後我們再把它 哇 完成 每次吃這種 最喜歡的就是旁邊的焦焦的 所以我決定這麵要煎久一點 這麵好吃喔 我覺得好像烏龍麵真的要買冷凍那種 我之前是買冷藏 冷藏一樣就是下鍋它閃開變熱就可以吃了 但是它的Q度好像不如冷凍的 這麽好吃 大家可以買買看 金瓜要好了 金瓜要好了 完成 立即來試吃一口 我發現我剛剛在咬湯的時候 竟然這個黏到一大塊海苔 那邊剛剛在放相機 不然通常我的濾水架會放在這邊 然後洗完就可以直接丟上去 現在呢 清理囉 我真的什麽都可以就是沒有辦法 排水口 排水口我真的喔 尤其是浴室的那種 所以我這回等我男友回來再幫我收起來 完成 嗨 今天我們來做牛肉湯跟義大利麵 牛肉湯比較像是羅宋湯那種 東西不是台南那種 然後義大利麵應該就是紅醬 搭配一些雞肉這樣 OK Let's go 肉類要先 鹽 然後打了鹽 胡椒 然後會再加大蒜粉 紅辣椒粉 這沒有很辣這主要是香 因為我其實這個不能吃辣的 但是我都OK 所以 再來是 紅椒粉 Paprika 它真的是一個很讚的香料 大家一定都要 帶一下 這樣看起來很多但其實還好 因為他們的味道並沒有很重 切菜好了 我的沾板都是 正面是切肉 然後背面是切菜 這是一定要分開的 就像這樣 這就可以撕下來 然後撕雞蛋呢就直接切半 然後放在旁邊 備用 這是等一下會放在義大利麵裡面的 紅蘿蔔跟洋蔥 還有這個是豬肋條 會拿來做 類似羅宋湯的牛肉湯 所以我現在要先把 紅蘿蔔削皮 然後我就直接用滾刀切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滾刀切 因為滾的明明就是食物不是刀子 但它就叫滾刀切 滾刀切好像就是這樣 一邊切一邊轉這個 好這個是放旁邊 我幻想起來一件事情 這個是我之前團購的真空保鮮盒 用它來醃東西好像很棒 所以我決定要把我的肌肉放進去 這個 蓋上去 然後輕輕壓一下 這個吸口 對著這個 這樣就吸起來你看 這樣就不會掉 好 到旁邊 牛肉湯通常拆開的時候都會這樣濕濕的 那我也不會洗 然後就會直接拿紙巾 然後把它剝開擦一擦這樣 這樣就直接先把它切成一口的大小 譬如說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要燉湯 所以這樣一口的大小 要先汆燙我的牛肉 水不用 水不用加太多 冷水熟下就可以了 大概像這樣 這個湯 我會用電鍋煮 因為我要用這個爐子煮別的東西 到這樣快要滾快要滾 水已經在流動的感覺 就可以停了 我們不需要煮滾 也不需要煮熟湯 煮好的牛肉 煮好的牛肉 汆燙過的牛肉 我們這樣瀝乾以後把它倒進去 鹽桶 紅蘿蔔 洋蔥 然後加水蓋過去 加一點鹽 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還要加醬油 一點點醬油 主要是提味 所以它不會有好像滷肉的感覺 只是一點點提味 醬油 把它放進電鍋裡 然後外鍋裡 多一杯水 這樣就可以了 伊達利麵 像這種乾的伊達利麵 一人份大概是56到60克 所以我今天會煮120克 OK其實這整包差不多就是130克 我這裡來得到了 所以就 我們就直接下去吧 好 剛剛我已經趁機把 有一些碗洗一洗 然後沒有用到的蔬菜 譬如說洋蔥 紅蘿蔔 都在冰回冰箱 煮伊達利麵的水呢 這個水不要急著倒掉 要留一些起來 因為接下來 伊達利麵跟醬拌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會乾得很快 就要加一點點這個水 混 把剛剛倒的一點點水在這裡面 然後直接放在上面 讓它有蒸氣可以保溫 但是又不會泡爛 放旁邊 從這個肌肉的側面 就可以看到白白的 跑上來了 所以就代表 那一面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翻面 因為鍋子的中心最熱 所以雞柳條的頭 也是最厚的地方 有時候我煎一煎 就會把最厚最難熟透的地方 排在鍋子的正中間 然後讓它可以 更快也更平均的煮透它 已經快要熟了 所以趁這個時候 我就會把四季豆也放下去 這些蔬菜早一點準備出來 然後可以讓它上面的水分瀝乾 或者是蒸發乾 不然的話這樣丟上去一起煎的時候 就會噴油然後就會被燙到 喔! 自己已經被燙到了吧 其實我有一個法寶 防油噴網 這樣子 但其實我有特試過 有一些油它還是會飛出來 所以 可以這樣 這樣 然後像它現在煎得很激烈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可怕 我就會把它關小一點 所以我不直接用完整的蓋子 就是因為 蓋子的話會有水蒸氣 然後悶在裡面 那煎的東西就不會香脆了 這個的用意就是它是網子 它氣還可以出來 所以裡面不會悶 我是不會甩鍋啦 我覺得甩鍋很可怕 這樣子 我應該會先從 三分之一開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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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要拿乾淨的湯匙 協助你 燙它一下就被煮乾了 就可以把那個火調小一點 然後可以再加 OK我用了將近 怎麼誰看得到啊 這樣貼到底什麼意思 這邊唯一一個縫隙它給它貼了這個 誰看得到 好我用了大概半罐 當它看到你看那個醬 又在滾的時候 趕快把火調下來 後來它就會被煮成 高了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把 伊達利麵加下去 因為它已經整個凝固了 因為它已經整個凝固了 再加一點點剛剛的煮麵水 好加 然後這裡面還有 我會把煮麵水倒進去 這樣子 我很不喜歡 在台灣吃到的很多義大利麵 它的醬汁 很稀 然後多到你會吃 好像是湯麵一樣 醬汁就應該是醬 它有一定的濃稠度 然後附著在你的食物上 所以像現在呢 我看到 像現在呢 這邊 你會看到 剛剛因為加的煮麵水 還有其他的 醬料 所以它現在還蠻稀的 我就會把火調大 然後讓它收乾 收乾的時候它就會 附著在 麵體上 那這樣就OK了 通常這個時候 台灣的一些 義麵館 就會直接這樣上上來 我就會覺得 請問我再吃番茄湯麵嗎 我要吃番茄湯麵 我就會去中輪市場 謝謝 我剛打開鍋子的時候發現 這個湯的顏色怪怪的 結果發現我忘了加番茄 算了啦 我相信一定還會是很好喝 因為 現在光聞就很像 所以它現在距離羅宋的湯 又有更遠的一點 好 開動 雖然應該要先吃一點點 但是湯還太香了 我必須現在就喝它 嗯 超級甘甜 冬天就是喝熱湯最爽 這是牛肉條 這個油 超級甘甜 這很香 超級甘甜 真的太餓先抱吃一波 好我覺得這個麵呢 雞柳條 因為有先用紅椒粉和辣椒粉淹過 所以它還蠻香的 而且會有一點點點點 好像辣辣的感覺 但它不是辣 就是我是個完全沒辦法吃辣的人 但是它的這個感覺 會讓你身後好像有一點點麻麻的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紅醬選的不是最好 我之前有選過有一些肉碎末 還有蘑菇碎末 和巴西粒米 大蒜等等這種口味的 今天的好像純粹就是番茄 打碎的番茄 其實這樣也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有辦法找到那種做肉醬麵的紅醬的話 味道會更多的層次 但因為我今天雞肉已經醃過 所以那個味道又馬上補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樣搭配其實平衡的很好 啊 吃完了 你就是很美 你看 我剛才會試看 我給你看 我看你 你這隻很好看 在哪裡 雞肉 我看我看不著 你 小小弟 就叫你 我看穿 還有以兵 我看不著 我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